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昨天和你分享 在玛利亚用香膏模组的那个场合里面 其实不止他在那里 他们三姐弟都在 三姐弟都有非常荣耀的见证 那个荣耀的见证是荣耀神的见证 一个见证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 我读这段经文给你听 在约翰福音12章第9节说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 就是在这个请客的宴席 那耶稣是被请客的人 就来了 这些人都来 不但为耶稣的缘故 这是圣经上的原文 不但为耶稣的缘故 也是为了要看 他从死里所复活的这一位拉撒路 拉撒路的见证极美 是因为拉撒路这个人 长得特别帅 特别漂亮 特别能干 特别人子 不是 人家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什么 不是拉撒路有什么了不起 是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是马大的事后事后的多好 不是 是让人看见那个 以前他就是很会做事了 他很会照顾人 他很会做餐 他很会 但是你知道以前 他的服饰真的很烦 做一点事就一直抱怨 一直抱怨 一直抱怨 现在他不抱怨了 见证 我想在我们昨天很多人 我们也都在分享见证 你会跟别人分享说 上帝在我生命中 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请你记得 做见证的目的 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这些人 这些人是来看耶稣 他们为什么会来看耶稣 他们要来看耶稣使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 所以大家的焦点在 拉撒路身上吗 他复活了 他长得好帅 他复活了 他很聪明 不是 他复活了 谁使他复活的 是耶稣 所有的见证 有些我们在小组里面 你有机会跟别人分享见证 在教会里面 有机会跟别人分享见证 在更多的时候 可能是在你的亲朋好友 在你的手机里面的那些 你常常联络的那些联络人 在你的办公室里面 有机会跟别人分享见证 见证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证明 你这个人就是一个证明 证明什么 耶稣是那位改变人生命的主 耶稣是那个从死人复活的主 耶稣是那个使抱怨的 不抱怨的主 耶稣做许多奇妙的事情 而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所见证的 都是这位恩典的主 我们传扬耶稣基督 是用诸般的智慧 用各式各样的智慧 方法不一样 但是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把人完完全全地 领到神的面前来 以至于在拉撒路的身上看到 我现在也在一个很绝望的情况里面 如果拉撒路能够绝望到人都死了 耶稣都能够使用他再活过来 所以我的问题也没那么严重吧 我的问题应该在耶稣里面 也有可能改变吧 哇 马大那个脾气那么坏的人 念念念的 天天批评别人的人 他的生命都能够改变 我的生命应该也可以改变吧 让人被完完全全 领到神的面前来 在你周围的许多 还不认识神的人中间 为主做见证